台北市政府是在27號 今天才宣布台北市那幾家要停業 其實這個餐廳在台北市也沒幾間 然後差不多四間左右也沒幾間 特別的是台北市既然在24就接到通報 對 他24 他說他們24就有去了 然後奇怪 那你2526為什麼沒有針對這一家業者 採取必要措施 那我們先來看的是 過條事件 我今天 我早就吃越南河粉 就是說那是一個很普通的食物 那大家也沒有 不會意識到說怎麼會發生這麼大條的事情 那所以我們進一步來看的是 這個事件發生其實今天已經在市場 3月19號就有一個女生 她是點這一間保齡茶室的泰式河粉 那他們都吃素食 我給大家看這裡示意圖 他們家的過條其實炒得蠻香的 但是問題在怎麼陸陸續續 這幾天賣的東西都有問題 因為它不是同一天 不是一起吃的 不是同一天陸續 3月19 3月19 3月21 3月22 3月23 陸續然後一個共通點 就是它有河粉跟過條 這個是澱粉類的東西 那另外一個是有說喝那個 一個什麼斑蘭葉或香蘭葉的果汁 那今天因為又陸續傳出來的是 一開始是39歲這名男子 他很快不到72小時就搶救不治了 那再回過頭來看 這個3月19號的66歲的男子 他經過了這幾天的搶救 沒有效果 那我先請教逸川哥 像這個食物中毒的事情 你現在怎麼來看 這個案子當然是 就是新北的病醫 這個人去新北的病醫就醫 新北的病醫跟通報 台北市會有一間餐廳 怎樣怎樣 可能有問題 那台北市接到通報是在24 就是禮拜天接到這個通報 台北市政府接到通報 那接到通報之後 台北市衛生局 就派了衛生局的機場人員去 然後就去檢查他的衛生 檢查工作人員有沒有健康檢查 就這樣下去 就這樣而已 然後就決定罰他錢 就當成一般的 一般的吃飯吃豆 太輕忽了 那這個案子24 在台北市處理完之後 因為除了台北市的這個 接到通報以外 陸陸續續 就台北市的醫院 台北市的病醫 陸陸續續接到通報 而這些通報通通通通報到了食藥署 衛福部去機關署去了 那衛福部去的時候 王必勝在26就出來說 這個事情看起來很嚴重 一個跳出來說 這個事情看起來很嚴重 然後衛福部就自己跳進去 衛福部自己帶醫生 帶檢驗人員 早起這裡的病醫 開始要採集檢體 他的重點是什麼 他說因為台北市在驗的時候 他能驗的那個項目太少 你看新北市衛生局長陳潤秋公 有 我們有驗 我們有驗立即跟傷寒 驗完沒有 沒事 你怎麼不要驗懦羅 對 王必勝就說這樣不通 王必勝覺得這個事情 因為台北市又陸陸續續有幾家又通報了 然後這個時候 王必勝他們這個食藥署 就開始去處理這個案子 可是我們現在就看到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是在27號 今天才宣布台北市那幾家要停業 其實這個餐廳在台北市也沒幾間 然後差不多四間也沒幾間 特別的是台北市既然在24就接到通報 對 他說他們24就有去了 然後奇怪那你2526 為什麼沒有針對這一家業者 採取必要措施 其實是這樣 你可以說你強制他 不能給他停業對不對 另外一種就是說 反正我們接到通報是日期 日期是拜印 你跟我說你拜印不要開 確保一下嘛 確認一下 因為一把餐廳拜他沒開 吃正常 還是掛一個牌子說今天內不會進 沒有啦 還因為他霸會公司 你說這樣也是合理 還不是因為霸會公司 他也是有營業 對啦 但是就是說 對這一個如果要不要造成恐慌 就是自己先自清 我這東西就不要再賣 重點是25還有營業 25還有營業 26還有營業 用營業了兩天 現在在醫院裡頭的陸陸續 是有19去吃的 有21去吃的 有22去吃 有23去吃的 好 那這個其實大家這幾天 大家在檢討這些制度 到底是發生什麼問題 各位有沒有覺得這種很熟悉 又是新北 通報給台北 對 那開開案有沒有 現在要加衛福部 加食藥署 我跟你講台灣人每天聽政府 管制政府都要刷來刷去 一定很不爽 所以這次要肯定食藥署 警定衛福部說來 直接跳出來 我們來檢查檢查 因為衛福部 他的國家檢驗室 實驗室可以檢查的東西 所以他就說要檢體來 我們這裡付這家 可是這個也蠻奇怪的 就是警方 因為這是中毒死的 病院中毒死的 所以到時候一定要檢查檢查 新北地檢署 我今天看新北地檢署 把這整個的案子 移給台北地檢署 然後台北地檢署 才去查 所以這要拖兩天去 當然地檢署沒有接到說 要去查這個案子 地檢署當然不會出去 但是我覺得這個案子 現在就是先把這個損害跟控管住 然後把事情釐清楚 當然現在有一些爭議 就是說 怎麼都吃一樣的東西出事 到底是食物烹調出事 廚師出事 食材的問題 那食材的公司有沒有問題 那食材的公司 他有沒有在賣同樣的食材 給別家店 現在檢查檢查 你的貨店到哪裡來的 你的河粉到哪裡來的 就是廠商進回 那別人有沒有 別家店有沒有 也是盡同一家的貨 貨店或者是這個河粉 這些問題 現在已經檢查官在查 衛福部也在查 不過這個事情就是醫療 因為這次食材的問題太嚴重 不過這一次就是 衛福部藥食藥署 主動跳出來說 我們來承諾 我們來把整個沖盤了解 我們來介入 而沒有等到說 新北跟台北說 台北說 你們二年 台北可以說 我們24才知道 你們新北22 你們我們24才知道 我們24也報到中央 現在是新北問題 還是台北問題 我要說 如果觀眾還要聽 這就聽得不懂 對啊 所以這台衛福部跳出來 出力 我們希望速度快 讓大家買得又歡樂